想嘗試AI匯圖又覺得資訊雜亂無章無從開始嗎? 今天將分享我過去將近一個月以Stable Diffusion的AI匯圖心得 展開一張新手導航地圖讓你從零開始知道該往何去又該往哪裡發展 首先第一個安裝教學資源 Stable Diffusion的安裝比較複雜 我自己安裝都花上了兩天左右的時間 那作為地圖呢 我們直接導航到大神的教學幫大家快速節省時間 首先是傑克艾米利 它這邊有各式各樣的Stable Diffusion教學 我自己是看這個超簡單的AI匯圖本級安裝中文化教學 那另外再分享兩個我有參考過的影片 我都會把它放在資訊欄裡面可以點連結去看 那另外要是硬體等級不夠 也可以搜尋Collab運行Stable Diffusion 或者你也可以搜尋無顯卡安裝Stable Diffusion 安裝Stable Diffusion就是最大關卡 你只要耐著性質搞定 接下來AI匯圖世界的探險就很好開始了 安裝完之後 你看到介面跟我的可能不太一樣 像我的上面還有中文加英文 你可以先安裝兩個擴充功能 點選擴充功能 點選可用 可用這邊它有載入字 load from 直接點下去 那載入之後呢 把這邊通通打勾都先取消掉 那它就會顯示所有相關可以擴充的道件 我們直接用Ctrl加F搜尋 ZH 搜尋ZH之後呢 你就會找到中文化的語言包 像有簡體中文 正體中文 另外這個安裝完之後呢 搜尋 Bilingual Localization 這兩個安裝完之後 你可以在以安裝裡面找到它們 接著再到設定裡面 選取雙語翻譯對照 這邊勾選啟用雙語翻譯對照 本地化的部分呢 選擇剛剛安裝好的ZH 重新載入UI 那麼你就可以跟我一樣從這個介面開始 那我們現在就可以開始來畫畫啦 可以先從紋身圖開始 Text to Image 你可以用英文 例如說 A girl with a dog 你就會得到一個看起來不怎麼樣的畫面 可是這跟 網路上看到這些 美美的照片不一樣 到底是怎麼來的 今天竟然是新手導航地圖 就直接給大家一條最快的路徑 首先來到Civet AI這個網站 俗稱C站 你先看到你所喜歡的畫面 找有寫Checkpoint這個 點下去 Checkpoint就是一個Model 檔案蠻大的 大概都有2G 甚至有到7G的都有 下載下來之後 進到你的Stable Diffusion Web UI的資料夾裡面 然後找到這個Model資料夾 Model資料夾裡面 有一個Stable Diffusion 把你所下載的 Checkpoint 都丟進來這裡面 這樣你就開始擁有這個 Checkpoint 這個Model 然後我們往下面看其他人 不錯的作品 別人畫好的東西 例如我們看到這個女生 點一下這張照片 然後就會出現這個照片的 所有參數等等的 你可以直接點一下 Copy Generation Data 然後回到我們的 Stable Diffusion 頁面 把它整個貼上 之後呢 按下這個小箭頭 它會把它每一個參數 像你這邊的參數 你原本都沒有設定嘛 你點一下之後 它就會把 它生成這張圖片的所有參數 通通對應到下面 把它一一擺好 有時間 你再去慢慢調整 每一個參數之間的差異 會發生什麼樣的事情 但是我們學習 這些詳細的參數設定 我們都還沒有仔細去調整 但是呢 你就可以從這裡面去開始 並且慢慢研究 人家他是怎麼去設定他的參數 那參數裡面他其他的東西 例如說這個RORA 又代表什麼意思 那我繼續快速介紹一下 讓大家各位新手 能夠更好更快速的 進入到這個世界裡面 到目前為止 覺得不錯的話幫我點個讚 再來 像我剛剛點選的 MAGIC MIX 他用來生成寫真風格 是很漂亮的 那另外呢 如果說你想要生成動漫風格 你可以參考這個 RAVE ANIMATED 這個所畫出來的動漫風格 是比較好用的 那如果說你想要遊戲 或是說更科幻 循環一點的 可以看這個Dream Shaper Dream Shaper 很像你玩RPG 或是看一個電影 那裡面呢 你可以創造出奇幻 或科幻場景 像是這樣的樣子 建議大家一開始 就先從Checkpoint 開始去玩 Stable Diffusion 這套AI繪圖 在介紹完Checkpoint之後 我們回到Stable Diffusion的頁面 稍微簡單介紹幾個參數 首先這邊是正面題詞 把你想看到畫面輸入進去 這邊是負面題詞 把你不想看到的東西輸入進去 另外採樣步驟 設定大概20到30之間就可以了 超過畫面的變化幅度不會太大 太少的話 激度會不好 另外高解析度 變得更為細緻 但是如果說你電腦效能不好的話 建議你可以先把它關掉 先嘗試一下 產生出不同風格的額圖 那這邊寬高 就是你設定的畫面的寬高筆 深層拼式就是你一次要生出幾張圖 每批數量建議就不要動了 一次讓它電腦跑一張圖就好 提示詞相關性 就是和你這邊提示詞有多少相關程度 那這邊都建議大家可以試試看 隨機種子簡單解釋就是你會叫貼近某一張圖片 呈現出來的結果 那這邊你可以給它設定為-1 那每一次產出就會有新的驚喜 接著來聊一下圖生圖的部分 圖生圖就是用圖片來生成另一張圖片 那我推薦各位新手可以嘗試看看 我這邊先隨便導入一張圖片 例如說小丸子我之前做過的 大家可以使用這個Clip反推提示詞 或者是DeepBrew來反推提示詞 那這個它會生成是一整句話 例如像這個樣子 它會把這個畫面給描述出來 那我先把這個剪下來 給大家看看DeepBrew它推出的提示詞長什麼樣子 這個則是把這個畫面的各個元素 用單詞的方式顯示 有一些不必要的東西我們把它刪掉 那我們把剛剛那句話也貼上去 中間加個豆點 我們先來看看這個樣子會跑出什麼東西來 另外底下我只調一個東西填充 因為原本的畫素比較差 那我們會把它放大成512x512 所以這個填充的過程裡面 會讓它解析度可以放大 能夠讓AI去描繪出更多的細節 另外重繪幅度的部分 它跟圓圖相比它有多大的落差 你越往上調 例如說你調到1的 它就是可以跟圓圖完全不一樣 當你調到接近於0的話 它就是會非常非常的接近圓圖 因此我們這邊就抓在0.8好了 讓它跟圓圖能夠有一些不一樣的效果出現 產生 好 那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使用Magic Mix 然後用小丸子的圖 以及這邊提示詞所生成出來的 另一個版本的小丸子 如果說你想要生成其他版本的話 那是時候你就可以在裡面 再多加其他的提示詞 例如我這邊我已經偷偷存了一些 人物寫真常用的提示詞 那這邊我把它貼上去 可以再看看這邊生成出來的效果如何 不好意思啊 這就完全變成另一個人了 除了衣服跟吊帶的部分還有相之外 這邊呢就可以講到說儲存的部分了 像你這邊你輸入完的這邊所有的提示詞 你可以點一下儲存樣式 出入一串名稱儲存下去之後 你下次就可以把同樣這一串東西 從樣式欄裡面給它召喚出來 簡單的新手操作大概就介紹到這邊 接下來介紹幾個教科書等級的學習資源 首先第一個 這邊是剛剛介紹過的傑克艾米利 它裡面有蠻多的教學 也都可以參考看看 另外在方格子網站上面 指不語這位創作家 他所發布的文章 有相當多基礎及進階的技巧可以學習 再來就是Stable Diffusion 你如果說在臉書或是 上面可以搜尋相關的應用社團 也可以看到許多人創作 然後請他們分享各自使用的技巧 最後如果說你想要更深入了解 你想畫出更精準更美麗的畫面的話 你可以搜尋以下幾個關鍵字 這個是Ctrl Net 這是Editor Move to Moon 3D OpenPoke 這是Laura訓練 今天的Stable Diffusion 新手導航地圖 就大概到這邊 當然我們還有一大堆東西 沒有能夠詳細講 不過能夠開始第一部 並且憑自己雙手 來創造出一些美麗的畫面 會是你之後 在了解AI繪圖的第一部 如果說你對其他操作有興趣的話 也歡迎留言跟我討論 我希望能透過這部影片 透過我過去一個月 自己從零開始摸索的心得經驗分享 能夠讓大家更快速了解 並且進入到 AI繪圖的世界 再往後一點 如果你能更深入研究的話 對你其他的慘圖需求 也能夠帶來一定的幫助 以上就是我今天的分享 我是田辰聖 我們下次見 掰掰